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短宣队 我以前有一个观念 我认为短宣队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参加的 牧者应该参加的就是所谓的矛宣 因为我们是拆太的教会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跟宣教士在一起 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宣教 那如果发现短宣能够帮助我们 更实际更深入的了解宣教士在做什么 好像我们这一次法宝队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宣教士一起去探访穆斯林 了解穆斯林跟穆斯林有很近距离的接触 甚至我们了解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很多的痛苦 我们为他们祷告 他们也在因为我们的祷告被触摸 甚至有的人身体也得到医治 我觉得我们透过短宣可以更了解宣教士 他们的事工 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这是第一个 牧者参加短宣队的好处 第二个呢 牧者参加短宣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短宣的意义跟价值 过去我常常会怀疑 到底我们每一年花了几百万将近一千万 把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投入在短宣 到底对长宣队有什么帮助呢 那么我这一次真的发现 只要长宣队员他们很有心很好的安排 短宣队对长宣队很有非常非常大帮助 另外呢 我也觉得我们鼓励牧者参加的是 我们联合众教会的短宣队 因为可以让我们更体会到 One Body One Church 我们这次来自各种不同的教会 但是大家在一起 彼此互相的打气连结 我觉得那个价值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鼓励每一位牧者 都能够来参与CCM的国际的联合的短宣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